各位朋友,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天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以至大家就是经销商纷纷不平的事情 然后普通顾客们就是说我们要么非常可以直接买 就是他们的一个就是说不到有商大公司去不加盟的一个原因 或者是一个借口 那么就是说那么我们的客观的看一看这个亚马性平台 它就是有哪些品种 就是说它的价格怎么样 它究竟有多大的业务量 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说 拿证据讲事实 我们不做其他的评价 这个亚马性的主要我们把它刷新一下 好,我们输入这样有商大营养品的这样一个关键词 这样就是按一下回车 按一下回车以后我们就出来存在这么多数据 好,就是说这里面有细胞营养素 这样就是消化煤、健康瘤、蛋白粉、纤维素 好,这些品种的话那我们就是 我就用一个亚马逊就是第三方的一个数据分析软件 它叫Jungostad 叫Jungostgott 它是丛林里面的搜索软件 就是像就是对方的卖什么 卖的怎么样 那么我和对方有哪些差距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软件 那么搜索以后 它会就出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数据 这样数据的话 就我把它下载了以后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看到这个 这一项是品种名称 这个上是品种价格 这一项的话是每个月的业务量 这个是每天的业务量 这个是每个月的交易页 那么我们就是简单的举这个例子 那么第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细胞营养素 它的价格是52块9.5 就是跟有商量的是列的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业务量一个月有1083块 每天就有36 不是1083块 是1083人次 然后每天的人次的话是36人次 每个月的交易额有57345块 好 看第二项 就是葡萄纸 每天的是8人次 每个月是345人次 每个月的葡萄纸的交易额是12482 好 第三项就是我们说的 有商量的鱼油 是24块一毛8 每天两瓶 两个人吃 然后购买一个月的购买的次数是323次 像这样的就是说 每个月鱼油的交易额有7810块 那么我们把这些数据的话就是做一个加合 好 这是 这是这个月的加合的话 就是有201551块 那么这样就是一个有多大的量呢 如果就是说我们按100点的经销商的自动订货量算的话 我们就按经销包是138块 那为了计算的方面我们就取150块 那么20000除以150的话 那么就是1333 就是说这个量相当于1333个经销商的自动订货量 那么就是说有这么多 那就是说亚马逊的话 他作为卖家的话 他提取交易额 如果是卖家自己发货是提取15% 如果是由委托亚马逊发货的话 他还要另外收3到5块的这样的就是邮寄费 那么按照这个平均价格计算下来的话 基本上亚马逊要发货的话 要提取30%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额的手续费 而有上的经销商给那个经销商的BOLUS的话 是短边的积分的20% 按照总的平均计算下来是 总的点数的是10% 那么就是说两个数据 一个是我们就按利润算好了 一个是利润是10% 然后亚马逊反过来要提取30% 也就是说在亚马逊平台卖的话 品种的话要赔30%减去 10%的话就要赔20% 那么就是说这个赔本生意 为什么还是每个月有1333人份 制动电货量正流通 就是说这个现象要引起生失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倒贴还冒这么大的风险 究竟为什么有人这么做 我们就是说只是客观的反应这种情况 我们比如说不做利益评价 不做商的评价 也不做背后的或者是台面的什么的评价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